你小子突然想起回国了,你是不是在美国待的值得后悔了吧? 这是我昨天视频发了以后啊,很多人这个私信给我留言,就说这样的话啊, 其实呢,归根结底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,就是你来美国是不是后悔了啊,现在哭着喊着要回来。 啥呢?今天我可以回答一下朋友们的这些话题啊,跟大家说一下,我为什么要回去啊, 而且呢,这个美国身份怎么办?还有就是说呢,我是不是后悔啊,这个事啊, 首先呢,我先跟大家说啊,就是你们所谓的回国啊,可能跟华人嘴里那个回国,它不是一回事, 因为啥呢?因为我们的理解就是你后悔了,你就回中国,你把美国这边的房子呀,银行呀, 什么这个存款呀,你都处理了,对不对?你都弄回国,然后呢,你回国生活,你放弃美国身份, 但是呢,我肯定不一定是这么做的啊,为啥呢?我跟大家这么讲讲啊, 其实呢,我跟诸位不一样,对吧?你看,很多人他来美国都后悔了, 那我管不着,因为他们呢,是自己选择的来美国,对吧?那你后悔你活该, 那我不是呀,我是什么呢?我是14岁的时候被我爸妈给宽过来的呀, 我是被迫来的,所以说我跟你们就不一样,对不对?首先来我就是被迫来的, 其次呢,我跟大家说句实话,美国的身份啥的呢?我还是得保留, 为什么保留啊?你比如说有些人是入了级呀,有些人拿绿卡呀, 其实我也是为了当个大孝子,有很多朋友说你这个就不对了, 对不对?你这怎么,你还说你孝顺呢?你看啊,我爸妈在美国, 我是独生子啊,如果我要放弃了美国这边的身份, 那我下次再回美国的话,是不是还得签证?万一你说这个美国这边把我拒签了咋办? 对不对?那所以说呢,那随着爸妈,爸妈虽然说现在年纪不大, 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后,他们总会变老啊,那等他们老了以后, 俗话说,父母再不远行嘛,就算我远行了,我也得随时能看到我爸妈, 对吧?父母有个招呼了,我就得回到父母的身边, 我还得给我父母养老送终呢?你说我这是不是个大孝子? 因为张司令从小接受这种传统的这个教育惯了,你知道吧? 所以说我是一个比较孝顺的人,你知道吧? 哎,每次呢,你看我去医院之前啊,是吧?我都跟我爸妈说, 你看不要担心,去个医院,对不对?以后呢,我还要给你们养老呢? 你看我是不是很孝顺? 所以说,你看这个孝顺啊,孝道啊,是咱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美德, 所以说,我为什么要保留这个东西呢?真的是有难言之隐呢? 因为父母还在这边,对不对?那很多朋友说,你父母就不能回国养老吗? 这个回国养老还是算了吧? 先呢,给大家抢夺这个医疗资源,此为一不易,二不易的是啥呢? 你说父母那么大年纪了,排个队排半天呢?是吧? 哎,也折腾父母啊,所以说呢,这个也就算了。 第三呢,我又不是黑户,我爸妈也不是黑户,我们有医保啊,对不对? 我们看得起病啊,所以说呢,他还是待在美国这边稍微好一点。 很多人说,那你怎么不看中医啊? 中医,这也能看啊,奥兰多的中医非常的多,而且你们打听打听,奥兰多的中医学院是谁开的? 啊,我就不多说了啊,咱们现在就在说这点啊,现在你们知道了吧,为什么我可以回国生活啊,但是美国这边的身份呢,我暂时不能放弃啊,这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啊,我是不得已啊,朋友们理解啊,因为毕竟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嘛,父母对吧,还是最重要的啊,这个其实我也算是变相的这个,宣扬一些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了啊。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?啊,就是说这个后悔不后悔这个事啊,我跟大家讲啊,其实我最看不上这种人,就是问你后悔不后悔,为啥这么说呢?朋友们别生气啊,就是我琢磨着就跟啥一样呢? 我说一个场景,你小时候肯定经历过,大家小时候都打过防疫针嘛,对吧,在学校,因为咱们中国小时候那个打防疫针都是大家排队嘛,来学校打,排队打,打防疫针的时候,小时候你一定碰到过这样的场景,就是大家排队打,然后第一次打嘛,哇,好多小朋友, 出来,在门口的人呢,就会去问这个出来的人,哎,疼不疼?疼不疼?打哪儿?是吧?因为出来的人都是露着胳膊嘛,然后衣服都是从这个地方伸出来一条胳膊,然后都露着胳膊嘛,然后捂着这儿。 那我们就会发现,你能得到肯定答复吗?得不到肯定答复,有的人就说不疼,一下就结束了,那有的人就说很疼,那有的人呢,他都不说话,他哭着出来的,对不对? 我们从小就看到过这样一句话,那你为什么会问他疼不疼?这就是跟你问后不后悔的一个道理,你知道吧? 你希望得到的回答是,所有的人都回答你,不疼。但实际上呢,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? 你自己试试,你不就知道了吗?等你自己进去真打到你身上了,你会哭,你不会哭,你才知道是咋回事,对不对? 我的意思就是跟朋友们说啊,你从别人嘴里得不到正确的答案,知道吧?我只能说我的感受,那有些人呢,就只能说他自己的感受,你明白吧? 真正怎么样,还是要看他进不进去打防疫针,如果他觉得疫苗没用,他不打防疫针,是吧?那说明他真怕疼,他不管哭着闹着,最后还是打了,那就说明,这个打防疫针还是为了他的健康着想。 就是你从别人嘴里得不到完整的实话,因为那是别人的认知,不是你的认知,是吧?而且我觉得呢,我们不能选择出生的环境,我们不能选择家庭背景,比如说有的人出生,就含着金汤石,对吧?那有的人出生呢,那可能家里头就比较贫穷,但是无所谓啊,你不要去怨这个东西,因为出生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东西,这个东西是已经定了东西,改变不了的东西,我们能改变的是什么? 后天你去改变,比如说张次令从来就不抱怨,很多人说你小子就站着说话不腰疼啊,你是不是,是吧?你是到了美国了,你跟我说这话,那我还愿意回国呢? 15年到18年,我也是回国,是吧?加入到建设祖国的这个大家庭里来,对不对?包括现在也是,你看这个疫情一结束,我不就回国了吗? 所以说我跟你们不一样,你想张次令也是有这个艰苦的过程的,我也曾经带着200块钱出过门,用半年时间把美国游历一圈,一边打工一边走,最惨的时候,我也没打电话给我妈求助,给我爸求助,我也睡过桥洞啊,你们有谁有我这样的经历,对不对? 哎,我最惨的工作我干过,最苦的工作我也干过,是吧?那不是人的工作我也干过,哎,你们怎么就非要怨天尤人呢?我有怨天尤人吗?我就没有怨天尤人,对不对? 我还是那句话,出身的环境我们不能选择,啊,出身的家庭背景我们也不能选择,我们只能在后天尽量的去改变我们先天带来的不足,我承认有的朋友过的可能不如我好,但是你要明白的是,那比我好的人多了去了,对不对?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,那家里家产万亿的那种,或者家里石头房的那种,我还不活了,对吧?哎,我就不去妒忌人家,那人家有,那是人家的,跟我也没关系,我,我真的觉得人家过得好,我就努力去赶上,并且超过,对吧?哎,或者是我觉得人家见多时光,那我就让更丰富我自己的人生,对吧?哎,还是那句话,父母在不远行,趁现在父母还没老的时候,哎,我就要到处去看一看,到处去走一走, 到处去闯一闯,所以说,后悔这个东西啊,这不是我的选项,你明白吧?我回答的够清楚了吧?后悔这个东西从来不是我的选项啊,我告诉你啊,我不论在哪儿啊,我都比有些朋友强了,因为我这个人啊,他不是个服输的人,你明白吧?哎,虽然说我很喜欢躺平,但我,他不是个服输的人 如果我不满意我的现状,我会去改变,所以说,你说我后悔了吗?对不对?哎,别觉得我回国就后悔了,回国,他也没后悔啊,当然我回国这个事,我在国内我也不后悔,对吧?没什么可后悔的 那你说,是,可能很多朋友说,这个啊,国内工资还是没有美国那么高啊,那国内还有很多人的收入比美国高得多呢,你怎么不看看人家啊?所以我就说,有些朋友吧,你不要在这怨天游人,我最个应的就是这种怨天游人的人,自己没本事,还天天的酸别人啊,还看不得别人比他好,也别人一旦过得不如他好呢,他就踩一万只脚上去,我跟你说,这种人你永远就没有什么出息啊,好吧, 那行,这期就聊到这儿,有什么有意思东西再跟大家说,这期聊到这儿,大家拜拜